对一般就是通过这个草丛里边去绘制草丛 当然绘制草丛的时候需要这个 基准面嘛 就是找一个基准位置 如果是常规的话 就是说在创建的时候 假如咱们有一个体 肯定需要在这个体的某一个位置 对吧 或者在这个位置 在它的某一个方向上 假如是这个方向上 然后可能需要偏制 偏制多少距离 也可能呢 就是说旋转某一个某些角度 就是说某一个轴 旋转一定的角度 这样就是去定义这个位置 假如咱就在这个位置 这个地方呢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拖动它 这是那个创建位置的 就是说在这个位置 假如创建一些基准面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草丛创建的时候 选择这个面 选择这个面 然后在这个位置呢 就进行一个创建 创建进来之后呢 就是刚才你说的 就是在这里边 我选一个这个位置 选一个位置 然后选指定一个长度 假如这是水平的 这样的 指定一个长度 我你意思是说我直接这个位置 它是多长呢 咱这个是这样的 就是咱绘制的时候 可能跟这个人的这个习惯有关 一般咱这个设计的理念是 就是说我先绘制模型 先绘制完模型以后 就是假如 我给你演示一下 就是通过这个连续线 然后绘制 绘制一个大概的一个轮廓 然后这样绘制完 假如绘制这样一个轮廓 然后再给它添加一下尺寸 就是我绘制的时候 就大致的就是这个尺寸就已经有了 然后假如是40的这样去输入 然后去去约束它 这样去约束它 如果是假如你标尺寸的时候 你这个地方没有勾选这个表演变更的话 然后你这样去那个创建的 他就直接就量那个尺寸 然后后边呢 你要再改的时候 你可以双击它 然后这个假如是60 然后再点这个 这假如是40 这个是30 选它 它是这样一个一个逻辑 咱CED可能之前用autosite的那个CED的时候 它可能直接我选一个位置 或者选一个点 然后直接输入它的角度 或者是它的这个长度 有指定的 它那个是 它的一个操作的一个理念 当然在这个里面也有这个角度线 就是你这样创建一个位置 我是多少度的 对吧 然后它这个是多长 你也可以从这个地方输入 可以通过它 你这样假如我输入这个角度是零度的话 它就是水平线吧 水平线的话 然后你直接再输入它的长度就可以了 啊 它这是和那个autosite的差不多 嗯 基本上咱这个绘制的话 它可能就是先绘制一个形状 然后再去约束这样一个设计操作 然后你这样再拆除操作就可以了 拆除操作之后 然后也可以把它提起成空间线 那就可以就是直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创建 当然在这个地方也可以直接对它进行变更修改就可以 暂时假如这样 它直接就会修改编辑就行了 它直接就会修改编辑就行了 就不超级了 它就 букв entered 那么这就是 Black线还 adolesesER 咱们绿派的 却优优独立这样 不 Murphy